配合4月开始的风土病过渡期 政府宣布4月1号开始 全民只需遵守融合了十大要求的 检疫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当中包括强制口罩领核 麦斯加特拉签到 如果民众违反这些规定将会遭到兑付 政府也会架设全新的网站 方便民众了解最新指南 领导四方部长及新冠会议的 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西山木丁今天宣布 4月1号开始 现有的181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将会简化变成一个 涵盖十项要求的准则 分别是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商店不再有营业时间限制 保持首部卫生 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以及根据卫生部的方针 管理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必须关注的是 政府要求民众使用 麦斯加特拉和麦斯加特拉筛登记 可是卫生部长凯里却在另一个记者会上说 民众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开启 同时政府也规定保持夜米肢体距离 确保场地通风良好和卫生 特定活动依然得遵守疫苗接种要求 这个简化后的标准作业程序会在1988年 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下执行 意味着一旦违规就会被当局兑付 另外政府也针对九大场合制定指南 目的是评估和降低感染风险 而这九大指南只是建议政府并不强制 这些场合包括交通出行 教育看护 零售餐饮 室内办公区 开放式办公区 活动 仪式 娱乐和旅游景点 酒店和住宿 宗教 婚宴和葬礼 体育 娱乐及休闲活动设施 至于在这些场合要如何评估风险 政府通过空间 时间 戴口罩与否衡量 例如相较于通风的开放式环境 病毒更能在通风欠佳的密室空间传播 保持肢体距离又比没有维持肢体距离更安全 长时间接触的染疫风险会比短时间接触来得高 戴口罩肯定比不戴口罩来得更安全 为了方便民众了解最新规定和指南 政府会架设全新网站 上传一切资料 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估计本月中旬就会上线 方便民众为4月的风土病阶段做准备